MIRADIO 獨立付費節目 玉敏射馬 主持玉敏 尤達 錢偉樂 所以我的心意就是 拿一號的環翠戰士做膽 背腳開二號的富高八斗 三號的勇敢神驅 五號的金槍六十和十一號名將之星 所以這場教主的心意就是 十一號的玩得好做膽 暫時配腳是三號的香音 八號的良才 十號的勁進天嬌 十三號的愛子寶 三四重彩也是老規矩 三八十十一十三五隻穿雲舉 喂哥仔在做甚麼 我正在找玉敏在哪裏 甚麼玉敏在哪裏 甚麼玉敏在哪裏 甚麼?今天是二五號 我正在找玉敏射馬購物車在哪裏 不是一號才交的嗎 你不是不知道 獨立付費節目二十五號已經可以交的 如果一號那天有馬跑 那天才交,可能會虧了一閘 原來這樣的新玩法 又是月尾,借電腦來 讓我自己交月費 沒問題,拿去吧 MIRadio.hk 星期一至五 晚上九至十 本土最前線 好,今天就是4月1號 本土最前線有我祖黎安 過往那兩個星期 我就出去錄一些 我們找到一些嘉賓 說一些東西 包括就是 之前是一些比較好一點的東西 是關於教育界的一些 就著上次林老師自殺的事件 我們找到一個謝老師 謝Sir 說一些關於教育界的一些 不為人道的一些醜惡的事件 再加上有一集就找了足業青 就是講一下這個近期出事比較頻繁的港鐵 就是 為什麼會經常出事呢 都是那句 就是 這些東西跟整個文化是很有關係的 就是 你不論是教育界也好 不論是港鐵也好 因為都是我們叫做公營的事業 我們叫做 你一定是看政府投資的 這些事業 如果你是上糧不正 自然就會下糧歪的 就是你 教育局長是什麼人 你又會找到什麼人去幫他做事 什麼人做校長 什麼人去監管這些校長 這些就很自然大家會想到 同樣港鐵也是一樣 如果有留意我上一集講的朋友 就知道港鐵其實發生了這麼多事故 問題的核心其實 都是北離的東西 都是錢的因素 我們很震驚的聽到 原來這麼辛苦做技工 或者是駕駛地鐵 你又要輪班 你只有那萬多元的工資 因為他還要有些仆街的公司文化 就是要有起事上來 是要大家去互相指責的 就不是為了 就是不是去 大家想一下 怎樣去互相支援 或者是怎樣去 就是見到 我也是那句 如果有隊友留下 在後面的時候 你去撿回去 照正老來說 那 港鐵當然沒有做到這件事 那他反而出了幾十元的QPON 引你的人互相撥背 那些人怎麼會做得長呢 那你做不長的話 那在那裏打滾的人 那些什麼人呢 就想一想到 那今天我們講的主題 就是有兩樣東西 那為什麼說有兩樣呢 那今天的主題 就是軟水和近火 那近火 就是近期比較火熱些 或者是 真的辣著大家的 那一定是那個 政府修訂的 這個逃犯條例 那在我真是深入去講主題之前 那我要講講今天 其實我們有封印的 那今天的電話就是 2440-4088 歡迎大家就 就著主題也好 或者你平時有什麼 你想跟我說也好 歡迎大家打電話來 2440-4088 Sorry 那說回近火了 那就是政府修訂 這個逃犯的引渡條例 那就是這個 Fugitive Offenders Ordinance 那就是把澳門 中國大陸 台灣 和香港 那這四個 原本就沒有這個 司法互助 的 協議的地區 就 立入這個 條例的範圍 那這個 香港政府 當然就是 當大家很擔心的時候 那他為了 就是 要強行推林鄭月娥 於是 於是 便稱 俄稱 就是 有這個 香港法院是可以把關的 OK 還有 剔除狗類的 這個 和商業有關的 罪行的企圖 就是 引一些商家去支持 那就是 話分兩頭說 就是 香港的法治 那個 那個可靠性 或者那個中立性 或者那個 總之是 那個 法治的 整體 就是 這件事完不完整 或者 已經是很受到污染 那這件事 已經是 不用再說了 已經是 大家對 法治 已經沒有了信心 你看 那些人 近期的移民數字 已經知道 當然 港共政府很開心 因為 如果他們那個 背後的 是想換血 是想 多些大陸人來 想原本 他們覺得會搞事的香港人走的時候 他們當然會很開心 他們當然會很開心 那當然 一發生這件事的時候 那 就 整件事的 那個 那個 核心人物 這次很明顯是林鄭月娥 為什麼 就是因為 原本沒有人提到這件事 甚至 中共 他都 做樣做出來 他都沒有提到 說 要去 去修正這個條例 但是 這次 就是 很明顯是林鄭月娥 他自己說的 他就是 自己提出來的 還有 就是 那些 什麼 中央支持 也都是 就是 不會理人家 怎麼說他 做這個 中共的打手 為人傲慢 朱如超 他都不 很明顯 就是 那 就是 人家沒有叫你去做 而你又 自己請英去做 就是表面我們看到是這樣 實際上 是不是中共 叫他這樣說 我們不知道 但是怎麼樣都好 就是那個 那個 結果 就是那個結論 都是 指乎 他是要 香港人 去接受 這件事 要香港政府 去闖絕地 就是為了這件事去立法 那 他也都 好 就是 指地無人沙白兩地 就是 完全不關中央事的 就是 其實沒有什麼 就是明眼人見到 就很明顯就是 不想被這個國際社會去叱拆他 就是 就是說你 一國兩制已經 已經不在這裏 那 我們 出一張圖 不好意思 提迪迅哥哥 今天 那張圖 我調了一個主題 我想先說一些 事情 我想先說這個 是的 那 我想先出零四那張圖 不好意思 那我們放大它 那就是 我們經常都說 所有的 所有的魔鬼 都是在這個 細條款那裏 我們可以看看 這張圖 這張圖 報紙 網絡上都廣泛流傳 他們說 有三十七尾 可以做這個 移交的類別 有哪三十幾項呢 包括謀殺 殺人 忽散放火 當然 協助教唆他人自殺 惡意傷人 這裏 為什麼我會逐條說 你這裏 協助教唆他人自殺 就很好笑 譬如說 以前我試過 或者有其他人 是說 Facebook 留言 就是說 我們經常聽到有人自殺 我們說 反正你都死了 為什麼你不勇敢 你覺得在香港沒有自由 令到你很辛苦 為什麼 反正你都死了 你不抱一兩見 那些狗官去死 我經常都這樣說 令到死亡有意義 但是如果 當大家以後 可能這樣發言 的時候 又被人 capital 或者怎樣 就算你這個人 去了外國 你可能去了 或者你去了台灣 去台灣 如果 有人要做你 要玩文字獄的時候 一樣可以夾你回來 拿著這件事 是不是 惡意傷人 性罪行 什麼 對兒童 有精神缺陷 不省人事者 作出嚴重 會蝕行 或者檢私 那些 這當然不行 綁架 拐帶 非法禁護 我想說的一件事 你說起拐帶 如果是 這個引渡條例 是雙向的時候 不只是 你被迫著香港人 是要接受 舉個例子 譬如說 我們經常在街上 見到一些 敵國人 我現在 只會叫他們做敵國人 以敵國來看待 如果我們見到一些敵國的殖民 譬如在公園那裏 他們對著你的小孩 羊羞羞羞 然後又走過來 說要抱一下你的小孩 在你轉面的時候抱走了 然後斬手斬腳 賣回大陸 那些 拐子佬那間 那些 這些新聞 我們已經聽了很多很多年 尤其是近些 五六七年 經常都聽到 如果是 這個罪犯引渡條例 是雙向的 就是說 如果你說 香港我們有證據 我們知道 你大陸哪一人 有 我們拍到的樣子 Security Cam 也好 什麼都可以拍到的樣子 然後我們 有去告他的 也都是 譬如說 如果是在通緝這個人的話 如果是雙向的時候 某程度上 我贊成的 現在香港 有什麼事 敵國人 在香港犯了什麼案的時候 通常警察是不做事 覺得做不到事 覺得是 你回大陸 我找不到你 對不對 也沒有相關的條例 去做引渡 如果是 雙向的時候 當然 沒有問題 但是現在不是雙向 現在很明顯 你只是 打著這個 逃犯引渡的條例 去威脅香港人的人身安全 對不對 刑事恐嚇 什麼危險藥物 反毒 這些事情 騙錢 入屋犯法 勒索欺詐 這些 偽造帳目 這些 常規的事情 賄賂 貪污 秘密佣金有關的罪行 這些事情不是給我們看的 這些事情 你們自己也在做很多 但是你們自己是 思考法外 你們坐在當權的位置 看看梁振英 之前UGL的事件 他不知為什麼 脫身 也沒有人搞 他 偽造證據 以及 教唆他人 作為偽證 就是做假證公 那些事情 我也不知道怎麼說 我看到這些事情的時候 你每一條罪 我們講常理 你重婚 這些性罪行 這些事情 就是 如果是證據確鑿 那當然應該教人 但是 問題是 你現在拿這些事情 拿來做什麼 我們最擔心的事情 就是你會不會 砌人生豬肉 舉個例子 比如說 如果在大陸 有人是 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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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故 這樣來夾了你回到大陸的時候 那這些事情 那當然這些事情 大家還沒燒到自己身上的時候 當然就覺得 有很多人 譬如說 用Line 用WeChat 那些人 同樣的心態 他們覺得 我一個良好市民正常上 我又不像你這樣 經常講政治 照計不關我的事 這樣 但是不是的 這些事情 其實 去到最後 如果他們的項目 真的要令到香港人不在的時候 就有很多方法去搞你 不只是搞你 搞你的小孩 搞你的家人 什麼都可以 當然 也都 好笑的一件事就是 真的燒到某一個人那一回答 我們在這裏講劉聯紅 華人置業的前主席 我先出來 劉聯紅 今天透過這個律師行 發了一個聲明 他就說 知道有這個 逃犯引渡條例的修訂 於是就向高等法院 申請司法復活 我聽我說的時候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那裏很少 根據 劉聯紅已經入品的 申請的文件 顯示 劉聯紅的主要 就是 辯稱 這個修訂的條例 就沒有 因為他沒有追溯力 如果是 他先下閘 如果要把他交給澳門的時候 已經是違反人權法 我聽劉聯紅和澳門的關係 他都知道他很久 他不回到澳門 提醒大家 他有什麼不回到澳門 就是 之前和現在的南華足球會的主席 樂潔成 涉嫌行賄澳門的前運輸公務局 公務司長 歐文龍 於是這個案件就是在2014年的時候 在3月14日 就在澳門 初級法院 就判了兩個人有罪 而兩個人 當時是沒有出過庭 沒有去應訊 亦都隔海提出上訴 事情交著了很久 其實一消到這些人的利益的時候 他都會站出來 他就說 搞錯 你搞錯 你搞錯 你搞錯我 是吧 好笑 你當然 如果他沒有這些事情 就 不關他 他管你們 管你們立什麼法 這些人最不理政治 這些人經常覺得自己是 有權有勢的時候 或者是認識誰誰的時候 這些人可以 怎樣都行 但是 現在笑到他那一疊 他都要站出來說 於是我們這些人在旁邊看的時候 就少了 吃一下花生 這裡也帶出了一個 一個很重要的一點 就是 一個 我們叫做 軍政商 這三樣東西 就是 軍就是 武力 政就是 政府 政治 商就是 商界 這三樣東西 如何去互相制衡 如果我們說 舉個例子 我們三個輪流看 你說 是不是軍人有槍 又兇了 不是的 其實有 如果你沒有商家去做投資 即是沒有商家去做投資 給他做武器研發的時候 或者沒有這些資金的時候 那也是不行的 如果也沒有政府的一個 我們叫做 撲政牌頭 去做事的時候 當然也有很多事情 也不能做的 這是軍人 在政和商制抓之下的情況 那 也都政府一樣的 如果政府沒有軍人的支持 即是沒有人去做最終的執法 或者去維持治安 或者去維持國家安全的時候 也都沒有一個商人的經濟背後的支撐的時候 政府也是運作不了的 那我現在看回這件事情 商人如果被軍人被政府搞的時候 也是會出事的 即是如果是 他是動用到法律 或者他如果是找 直接是用一些最高武力 不知如何去找一些特工 後來都夾了你走的時候 也是沒有辦法的 所以 即是 你沒有說誰是兇的 即是如果是一個 一個正常的 一個軍政商的平衡的時候 那 還有一件事 大家可能是 不是很記得的一件事 但是我覺得要說一下 就是在97年前 即是基本上 97淪陷前 我們沒有這樣的事情 我們不會說 即是 我們叫做 秋後算賬 秋後算賬 即是 為什麼我們這麼多香港人 這麼不喜歡這個法律的修訂 就是我們覺得 即是如果以前 如果97年前 即是舉個例 這個以前有 在這個92至93年間 有幾百人去就住 就是 當時房屋處就是 他想去加租 以及推這個庫務政策的時候 當時是有幾百人去圍堵 去包圍和衝擊這個房屋處 大家可以看回新聞 當時就是 這個何文田的政府的總部 政門的側門 即是政門和側門 也當時是衝進去 就是留守 就是衝進去 執行大堂 就留守到半夜 甚至乎 期間 就有 那幾百人當中 有人拿起房屋器 或者怎樣 去阻止這些公職人員 去執行職務 而 即是 港英時代的時候 怎麼去處理這些事情 就是 當時當然沒有 也沒有去 去抽這些人出來 去告這個 那樣 但是 現在我們經常聽到 有這個 就是很多 明目去搞你 譬如說 什麼強行進入 什麼強行進入 我經常聽到 覺得 很awkward 強行進入 立法會大樓 非法集結 普通襲擊 阻礙公職人員 全執行職務 擾亂公眾秩序 那 你無論是 什麼階層的人 即是 你是大學生 也好 我們之前 有些堂仔 也是這樣 因為 沒有 只是 褫奪了他的 那個 學位 那 退休的長者 為了下一代 去爭取權力 被人拘捕的 又有 社工 又有 民選議員 又有 被人DQ 全部都是 打著 那個 旗號 叫做 依法治理 如果你沒有這些事情 的時候 我知道你有什麼 引渡條例 你就立 但是 你不是 現在很明顯 你在香港 都已經 濫用這個法律 去 迫害香港人 去侵犯香港人的人身自由 所以 這個 修訂 你一定是沒有 民意支持的 即是 無論你是 已經失去了 莊嚴性的 議會裡面 無論你有多少的 傀儡議員 是 那些橡皮奴章 Pass了 你這個 修訂案 也好 整件事情 一定是沒有民意基礎 那麼 林鄭月娥很好笑 她就說 為什麼要 這麼急去做 她形容是 迫在微節 就說 那個 excuse 她就說 因為 台灣謀殺案 有一個港女 叫做 有一個香港女生 叫做 潘曉詠 和這個男朋友 去台灣 旅行的時候 就 就 被人殺了 不幸運 這個 男朋友 就 我記得好像有一個大脈 在臉上 我記得好像樣子 在那裡 當然被台灣拘捕了 這個人和林鄭月娥 有什麼親戚關係呢 為什麼要覺得 這麼迫在微節呢 你真的 這麼 這麼 維護香港人 你覺得 香港人在外面 受牢獄之苦 是這麼慘的 為什麼你不去救菲律賓那些人呢 是不是 在菲律賓也有很多冤獄 有香港人是被人冤瘋 販毒也好 什麼都好 是在菲律賓的 那 就是 那你就和菲律賓談 你為什麼要 要 要 用這件事來搞香港人 對不對 那 那 當然 他就說個陣陣有詞 又說有司法把關 又說成這樣 那 這裡 就很好笑 我覺得他 今次這樣做 他想不到一件事 其實他在刺激美國的神經 因為 不只是一次 不只是 2013年的 斯洛登的 放生事件 因為當時 美國有一個 叫斯洛登 他掌握了很多 美國的 高度機密的資料 他也不拜美國政府 當時做那一件事 於是 勞經香港去逃亡 而香港知道 有這個人在 當時 美國政府 叫香港交人 香港是 港共政權 沒有交人 沒有引導 他回去 第一次 激怒美國 就是這件事 第二次 就是2017年 的時候 又是10月的時候 又是一個逃犯 這個我不太記得叫什麼名字 總之 美國又是要求 香港政府交人 的時候 林鄭月娥當時 也是沒有這樣做到的 於是 這件事 就是在 2018年的時候 美國就向 國會 已經有個 國務院 向國會 交了一個報告 去講這件事的嚴重性 以前香港不是這樣的 現在會這樣的 你現在 林鄭月娥 在這個時候 提出這個 引渡條例的修訂法案的時候 很明顯 你以為美國人 或者美國政府 是不會 留意香港的事情 我可以告訴你 大錯 這件事做得不好的時候 你又要去 倒過來 用這個 逃犯引渡的條例 去做一個 迫害香港人 去 迫害這些 為自由而戰的 香港人 的一個工具的時候 其實這件事 全世界都看著 這件事 這就是 近火 這一節 臨尾的時候 我想看看 這個 005的圖 麻煩你 放大 麻煩你 已經看了很多次 這個圖 在Facebook上面 已經傳得很厲害 我想說的 就是一件事 當然大家都會說 這個 林榮基有沒有搞錯 林榮基就是 銅鑼灣書店的股東 以及他的員工 失蹤事件之一 之前 當 李善儀 他在17歲 2016年 他在17歲的時候 參加過 那個初一的 王國蘇聯 也 他對香港的法治 沒有信心的時候 所以就潛逃去不知哪裏 而 林榮基知道的時候 他當時發出那個言論 就是說 他就勸李善儀回去香港 因為他覺得 香港的法治制度是公正的 他應該是 可以保護到他應該沒有事的 勸他回來 但是當這件事 快要燒到他自己身邊的時候 他就說 我一定要走了 當然大家會對前言不對後語 或者是他的立場的轉變 當然會很生氣 好了 我這裏的個人意見 就是很簡單的一件事 就是 我先出來 就是不論這個 這個 我自己會覺得 這個法案修訂 一定會遇到很大的阻力 當然他們會硬推 他們也持著覺得 有中共的支持 他們一定怎樣都會夾他過 但是 我相信 香港民間 接下來應該會有一些 會比 可能會比美 23條更 更加大的 反抗的 一個 的運動 就會發生 就住這件事 這件事真的會燒到很多人 Anyway 這一節的時間 就差不多 我再重提多一次 我們今天就有封閒的 這個電話 在這裡 2440 4088 如果大家在聽這個節目的時候 就不要害羞 可以打來 可以跟我聊聊 我們下一節再見